大家好 欢迎收看泼木为货为您带来的Pokemon Go Battle 今天GBL之前先给大家打个广告 这里我们群里的King Kong还有Andalus两位大流 正在参加线上的一个亚太杯团体挑战赛 这个团体挑战还是比较有趣的 规则比较长 咱们就不细说了 总之我们听通的队伍好像叫做5201314 5201314 我们看到这最后地位的就是我们的King Kong 520 是吧 然后它的6个宠物在这里 然后我们的还有一个Andalus 它的ID好像是卡到LOK大雨亭 这个是我们群里的C位 C位就是我们的Andalus Rain 它的6个宠 是吧 他们两个本来想会师决赛的 结果没有成功 我们听众同学遗憾的 对高富就要争夺第三名 但是Andalus Rain 这位大流 他的队伍进了决赛 我们期待他们取得好成绩 这个选宠的规则是Cliffhanger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这个Cliffhanger是Goldstadium搞出来的规则 这个可能新人不知道 但是早很早在GBL之前就开始看我 Battle视频的 是应该了解Cliffhanger的选择规则的 总之他把这个宠物分成四类 然后每个宠有分数 你一共只有17分 然后这个是最新的Cliffhanger的规则 这个图片呢 就是亚太杯的Cliffhanger的规则 那个时候几个技能还没有更新 所以蚊香蛙黄和什么冰九尾 都排的比较后面 所以他们还是按照这个老规则来的 总之9分在第一排 5分的第二档 1分的第三档 其他宠都是0分 你一共只有17分可以选 这样说的话 9分的里面的宠 你就只能选一个 然后5分的宠 你最多选三个 如果你选了9分的宠的话 你就5分的宠 一定也顶多只能选一个 就是有这样的一些限制 然后呢 群里的小伙伴建议 我们群可以搞一个Cliffhanger的 这个比赛 是吧 然后规则肯定是按照最新的Cliffhanger的分类来 我待会会把链接放在我这个视频的下面 或者是大家直接Google 然后这个Cliffhanger 然后Goal stadion 是吧 就可以找到这张图 这里看可能看的不太清楚 总之把宠物分的好 那我们争取在线 也搞一个线上的 我们群的Cliffhanger的这个比赛 如果想加群的小伙伴们 在底下留言 可以加我微信 Vlogs9803 我加了我微信之后 我就可以把你拉进去了 好 废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GBL 今天GBL我准备copy King IV最新视频的那个Shadow火球尾的阵容 然后他是Shadow Lapras作为Safe Switch Mario在后排阵阵 然后我一直用Shadow火球尾我没有用的特别爽 因为我技能跟他不一样 我才发现他不带塞下 它是三个火技能 它是带overheat 把这个overheat实在是太屌了 是太屌了 是吧 可以秒很多 这个没有防备的 比如说Ambian之类的 Ambian Hipno 被一个overheat打得巨疼 是吧 那我们也来 我们也来overheat 就直接换了Solarbin Solarbin理论上也可以 可以反杀水虫 是吧 要不这样的话 这个老天 那我们用Solarbin 我们就用一下Solarbin 好 然后 然后我们塞效果确实没啥 没啥太大的作用 是吧 好 我们来看 可能对Ardrum Mario的时候 对Mairoq的时候稍微强一点 好 我们用Solarbin 然后我们的Lapras 是个ShadowLapras 是个Shining的 虽然IVE不怎么好 但我们早就想投资它了 不就是一个以利的FastTM吗 我说过 我之所以要用Shining Shadow的 我是模拟过的 它是对SableSafeSwitch更加好一点 是吧 如果你是非Shining的话 理论上 你被Sable打中Return的话 SableS可以吃你一个Serve 然后再Return打中你的 前提是他用FilePlay 先骗你第一个盾 亮的话 你的SwitchLawney就会失去的 但是如果是Shadow的话 你一个Serve打中 它是没有机会放出Return来的 即使他用FilePlay骗了你一个盾 是吧 我点错了 先把两个恰级的技能给改过来 一个Serve 一个是Score Bash 然后Fast 我们需要用一个EleedTM EleedFastTM S Shard 好 现在我们这EleedTM终于用出去了 行 我们这个阵容已经好了 看看Copy对方的阵容 当然我也不是全Copy 因为老天给了我Solarbin 因为我看他的录像里面 有几次是用Solarbin 是要比Overheat要好的 我们看看 说不定我们的Solarbin能够有奇效了 我靠 不会吧 直接又Error了 这第一场就开始Error了 我来个去 这么不给面子 GBL说你好不稳定 对 因为可能我又更新了 早知道不该更新的 PocoBone看到商店有更新 咱们就更新了 好像记得有一个告诉说 最好不要更新 更新之后GBL会出问题 如果这样的话 咱们今天就不能打了 就当直接做一个广告 算了 可惜咱的投资 刚刚投资了不少Sardars 和EliteTM 结果没机会使用 这就恶心了 我来个去 算了 重启一下吧 重启一下吧 这个 是的 今天看着有更新 我当时不该点的 这个忘记得查了 因为那时候 有时候这个点 看了更新 就直接跟的是习惯性的动作 最后不像安卓手机 还可以推回去 当然也不一定 我更新之前 也出现过这种Error 但是多搞几次就好了 也可能不是更新的事 行了 我们的Shadow Shining Lapras 首次登场 IV不怎么好 但是就像我刚才说的 攻击力高一点 也不是什么坏事 对付Switching的Saber 攻击力高一点 可以确保把他打死 即使他是 可能用了几个XL糖的 是吧 也可以我攻击力 正好高一点 可以抵消功效 来吧 好 就果然重启一下好了一点 是吧 我们的火酒尾 叫Shadow Lapras的表现如何 这只能stain了 第一个肯定是不挡的 是吧 如果他boost的话 我们就打输了 大不了用Azumara farm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他后面两个水 他万一有个电怎么办 这个是个CMP 他直接要不要把我farm下去 这么屌 我不觉得他要scan10 他就多打了两下而已 是吧 好 他即使有电的话 咱们多一个盾也应该 还好 Crisella Crisella Grasnaut 这挡还是不挡 是吧 先不挡吧 巴士顿 他既然用这个来打水 就说明他后面 那个不是 应该是落于水的 这样他还有多余的能量 过来一个塞个下 不是好事 所以我只能堵他后面一个是落于水的 好 再放咱们就不挡了 然后用拉布拉斯把他farm下去 即使要用个盾也再说不惜 哎呀没死 可惜来个Bubb过来了 好他没打 阿普拉斯加油 看你的了 好 Hydra Pump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好吧 防御提升的高高的 终于挡了 还就怕没有打死我了 让我的surf可以要柳子命了 又一个buff过来真恶心 哎呦 死吧 哇 哈哈 同时阵亡 我哪个去 啊 这把真是激烈啊 同时阵亡 哎 可惜可惜 不错 还行 还行 碰见 这种情况 我当时考虑把Mario先扔出去吸引到后面一个对水的上来 可惜 这个Lakras啊 增加了这么多的防御力 结果还是没顶住啊 这么多小招的攻击 看来 第一局平局也行啊 平局虽然看起来像负啊 虽然没有奖励 但是在积分上还是算平的啊 当然现在积分对我来说无意见 好 找到下一个对手 我又出错了吧 最近这个老出错 确实挺让人头疼的啊 好吧 你打一把第二把 我以为找人挺快 结果又是一个悲剧 哎 这咋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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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会儿肯定Arrow就跳出来了 出来了 Arrow Fading Match 诶 看看是不是Shedding 或者是给我一个XL糖也可以 这种MediChamp 它是可以捉一下的 MediTite 好 再来 一把打得很激烈 搞成人家平局 好 好了 来了 看这个 一把脑 哎呀 可惜没有overheat 好 他没有confusion过来 他没有confusion过来 Standard punch 0 2 3 4 6 7 8 8 8 还是9 8 9 打一下吧 挖咖啡票 是觉得8还9还不够 不够 他没打 那行 那这个水球忘记 不过这个水球赢下来没啥意思 不过还多了很多血量 那还是有意思的 没有特别大的意义 毕竟九尾对hypnose 现在少了一个盾也不是很好打 那我这么多血的 这Mario应该是能够把这个盾给找回来的 看 他应该会挡一下吧 是吧 Ispin就可以了 hypnose是个大麻烦 因为他删的胖球后面有两个都胖 但是基本上能够搞死他 看到后面是谁 哎呀好好好 完了 这样麻烦 哎呀靠 急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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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急了呀 我就知道 好 他先把他先把 阿兹马热给 可以挡出 出来 是吧 然后后面的一个是 要怕的 机急了 哎 他两个fighting在后面 我没法扔 这应该打不死啊 积极了 我刚才那个 差一点点 我刚才那个icebin放出来就赢了 就差那么一点点icebin放出来 每次都这样 看来确实得投资一个更加bucky的Azumaru才行 真是可惜可惜可惜 差一点 他用第一个off school 骗出Azumaru 然后再用第二个来打死残血Azumaru 哎呀 没辙 好 巴斯里干 Azumaru和巴斯里干 嗯 嗯 嗯 这个呢 这个肯定不用挡了 我用酒尾巴把它放不下去吧 我需要能量 不需要许 我要做的就是把它两顿耗掉 然后收了并 偏墩的垃圾有点危险了 这个就不挡了 八成还是偏顿 哇靠这个不偏了 好 看看能不能坚持到收了并啊 同志们 胜负再次一举 一二 我收了并好像有秒回来好啊 感觉好 他是play rough 稍微强点 4 5 6 7 收了并来了 吊吊 Q Oh yes 好了 今天值回票价 值回票价 这一把太精掉了 太精掉了 就是传说中的智慧票价 后面我即使输了今天一生师傅 就这场生命就足够我爽了 我说我今天是老天安排的 老天给了我收了并 我本来是想是overheat的 是吧 然后我看听艾薇的那个录像也是有几种情况下 他是收了并打住mario更好 结果过难 咱们收了并起到作用了 嘿嘿 Oh as Mario you got a bing 好 这个手法相当相当 爽 又好 又好 这个下子有点麻烦了 这个mew怎么办 好 想逃没成功 我听说我会知道 给人家一个写兵財 你罵给我 我看到你 我爱你 我 你 歪了下去 摄像这么快 把这个可以让耳朵马尔出来了 耳朵马尔一个歪了下去死不了 我们的S病也好了 周围也保住了 不过他可以帮我farm下去 那还有点麻烦的 那还有点麻烦的 一个slide 不过slide棒之后 我也可以反把它farm下去 可以把它farm下去 可以把它farm下去 只能这样 1 2 3 好 下去了 可以把它farm下去 就看最后一个虫了 糟糕 刚里把鱼打不过呀 他应该还有一个mue 他有可能可以骗我大招 当然他如果骗大招失败了 我唯一的winkong就是他骗大招失败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他肯定要来骗我大招 好 他没有骗到 他没有骗到 把咱们游戏 我看下到的攻击力就是高 直接两下把mue给碰下去了 哎呦 我刚才紧张死了 生怕他骗我大招成功 好 最后也对一个有这样动作的5成5 5500 这是个什么汉字拼 它是个什么汉字拼 9500 动作 啊好 大家刚才已经看见了 按照理论上来说 咱们是可以赢回Stitch of Advantage的 那咱们有能量的优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直接放了啊 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刚才over放了一下 还是怎么着 怎么还有这么多虚啊 没必要 没必要爱惜这些人的 拿着马尔出来 哟 他是阿斯玛尔的 乖 他是无所谓 最绣的问题 他没挡太好 他没挡太好 太好 我的Solar病斯克 不过这好像他的血量 咱直接用那个是Valibor就可以了 不要偶尔发那么多了啊 差不多就行了 应该赢了吧 特别罢是被我克制的 我把他打死 外来拨spam把他打死 赢了 GG 这个阵容发挥的挺好 有三胜了没 有三胜了 可惜啊 可惜啊 就第一场是屏 本来是三胜一屏一副也可以 正好给我一个六位 知道咱们喜欢你 因为现在三胜不但重要的是得到鬼水母 还可以得到那个 古拉顿和盖尔卡 现在的Legendary的神宠是非常爽的 不像我前面老是得到那个什么冰龙 是吧 那个屁容没有的那个冰龙 除非后面那样给他强力技能 我考虑九位不给面子 这六位不给面子 好我这么多红球 反正我现在红球还可以 咱们想节约篮球跟黄球 好这已经知道到了 2889分 咱们分数现在慢慢的往上升 好感谢大家收看 大家 我待会把那个Clip Hanger的这个链接放到 那个报名表的链接放到我的这个视频的 那个介绍里面 大家可以去点可以报名 但是报名的前提是你要先加群 否则大家没法安排 好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好 感谢观看